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在讲到连昌幕府的时候呢 很多人会提到说是日本第一个五家政权 可能也会有人听说日本第一个五家政权并不是这个连昌幕府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对于历史的定义上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会是我们今天最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首先什么是五家政权呢 五家政权的日文念作 它是日本历史上的政治形态的一种 它就是五家用他自己独自的权利来进行的一种政权 比较简单的定义上来讲呢 从大概12世纪末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连昌幕府的建立 到了我们上次介绍的江户幕府的中期 也就是西元1867年左右 大概700年间都是属于比较偏向五家政权的 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几个幕府 也就是比较常听到的五家政权 还有日本的战国时代 虽然说不是全部都是同一个五家的政权 但这个时期跟它的前一个时期 也就是平安时代相比起来的话呢 比较主要的就是武士阶级的家族活摇的舞台 那如果有对日本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话 有些人可能会听说 日本第一个五家政权并不是连昌幕府 而是连昌幕府之前的平氏政权 就是上一集提到原平和战里面的 那个平清盛那一边的家族吗 对 因为平清盛那边的家族 虽然说他们最后掌握的是朝廷那边的势力 也就是说他们还是以贵族自居 可是其实他们也是五家 而且他们也是用武力来得到这个最初的政权的 所以说有些人会把他们当作是最早期的五家政权 但是就现在比较常听到的历史上的定义来讲 或比较常把原始建立的连昌幕府 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五家政权 是因为连昌幕府在成立的时期开始 他们就有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权力跟体制的组织 所以说在五家政权的定义上面来讲 才会有这样子不同的解读方式 在五家政权诞生以前的日本呢 曾经经历过不同的政治运行的模式 比如说像是天皇亲政的时期啊 社官政治的时期跟院政时期等等 主要都是由皇族跟公家所构成的 以朝廷为中心的众管理方式 朝廷在把这些管理的权限交给各个层级的官员们 那这些官员在被派遣到各地区 负责管理各个地方 特别是在奈良时代 那个时候是以律令制为主要的管理方式 所以各个地方的首长 基本上都还是用朝廷的威信 也就是朝廷赋予他们的权限 去管理各个地区的 但是后来到了平安时代 社会的阶级化变得越来越明显 那某些资本或是资源 就开始集中到少数人的身上 所以贫富差距就变得越来越大 在贫富差距大的情况下呢 就有出现很明显的 少部分的人是属于富豪阶级 他们可以很安定的过生活 而其他大部分都是一般的平民百姓 没有庞大的财产 然后需要努力过生活 或者是服务这些贵族啊 富豪的存在的人 那因为这样阶级制度的关系 所以就会出现拥有这些土地的人 跟在这些土地上工作的人 就慢慢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领地 甚至比较小规模的城邦体制 虽然大家都是孝称王朝 也就是国家的 那也会大致这样遵守 国家所制定的法律 跟支付税金给国家 但是每一个地区 他们都还是有自己自保的能力 那就在这种情况下 武士这个新的身份就诞生了 那武士最一开始 也就是保驾为国的存在 国不一定是整个国家 有可能是只保护他们的家乡 或保护他们所属的领地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这些武士们的地位 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他们就会被赋予更多的权利 到最后这些武家 就开始慢慢的兴起 那武家兴起之后 免不了的就会有一些争斗出现 因为领地之间多少都会有一些冲突嘛 所以原本由这些贵族 他所支配的各个领地 再加上武士的崛起 就成为家族派系直接的冲突了 嗯 那在这些小型的内乱或领地之争当中呢 发展出由这些武士建立出来的政权 也就是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连仓幕府 所以说所谓的武家政权呢 可以说是从这个阶段 原本是由贵族阶级为主要的掌权者 开始慢慢演化到以武士为主的整个政治的结构 所以虽然说武家政权有些是说 从连仓幕府开始 但是在一些定义上来讲的话 也可以说是从平式政权开始 嗯 不管是哪一个都是差不多时代 可能早了20年这样子的差别而已 当然都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算是武家政权的 嗯 那另外一个要提到的是幕府这两个字 其实用幕府这两个字来指 当时政权这样的说法呢 是在明治时代后期之后 这个部分我们在介绍 江户幕府的那一集的时候有提到了 所以说在连仓幕府 跟另外一个我们还没有介绍到的 士庭幕府的时期呢 这个时候还不会用幕府来制成 不叫幕府要叫什么呢 其实在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不同的称呼方式 那大部分的时候 因为他们是当时主政的权力机构嘛 所以通常就会被叫做政府 那这些武家政权的政府主要的领导者 通常就会在各种形式上被朝廷任命为 真夷大将军 那像是德川幕府 或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连仓幕府了 都是在他们的主事者 得到了真夷大将军这个职位之后 就开启了他们的幕府时代 哦 所以为什么我们之前讲到的 平式政权它不会是一个幕府 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在掌握朝廷的权力 但是如果是像连仓幕府的话 它这个将军的职位是由朝廷任命的 嗯 所以说虽然他们一样掌握了 几乎整个天下的政权 但是呢 一个是由朝廷委任的 另外一个呢 是自己当做政权 那这样的情况下 委任的部分 才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幕府的定义 因为如果它掌握的权势 本身就是朝廷里面的大官的话 那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社官政治 这样子的感觉了 嗯 所以在了解连仓幕府之前呢 我们就要先介绍一下 连仓幕府他的将军的职位 将军其实就是我们刚提到的 真夷大将军 正夷大将军 本来这个真夷大将军 他就是负责代理天皇的 军事相关工作的一个职位 那以连仓幕府来说呢 他当然就是当时这些武士们的 最高权力者 创立连仓幕府的是 元赖朝 那他被任命为真夷大将军 是在西元192年 所以这个192年也被当作是连仓时代 就是连仓幕府的开端 那因为当时连仓幕府 他的设立的地点是在连仓这个地方 所以元赖朝当时是被称之为连仓殿 这个殿呢是殿下的殿 也就是连仓这边的大人的意思 这位连仓殿 跟他的家臣们一起创立的连仓幕府呢 就是当时最主要主导日本政治中心的一个权力组织 不过在连仓时代初期呢 连仓殿它可以管理到的区域呢 其实只有在东国而已 直到西元1221年 陈九之乱之后 连仓幕府才受到了朝廷的委任 开始能够主导全国的政权 所以这样说起来 连仓幕府在这一开始 他们也不算真的掌管到整个日本 嗯 跟我们之前提到的战国时代之后 德川幕府他算是统一的全日本 有点不太一样 在连仓幕府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他还是只有东国为主 什么是东国呢 东国就是当时原来朝他能够管理的区域 包含了越后信农跟三合的东边的区域 所以叫做东国 那既然有东国就有所谓的西国 西国就是九州那个地区 也就是所谓的正西地区 当时九州跟正西这个地区呢 最主要是由朝廷那一方的太宅府 跟幕府他们也会派出正西守护 来管理九州这个地方 除了东国跟西国之外 你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叫做基内 这样子的说法 基内这个地区呢 主要就是以京都为中心 就朝廷也就是主要政府 他们管理的地区 嗯 在我们开始介绍连仓幕府之前 还有几个名词定音也要先了解一下 首先连仓幕府我们刚一直有提到 它是属于一个五家的政权 而这个五家呢 就是一个家族 他们所建立出来的一个体制 所以除了当家的五世之外 他们其实还需要很多势力 一起结合起来 才能够维持一定的权势 或者是保护自己已经拥有的领地嘛 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能够达成最稳固的盟约关系 还能够把自己的身家性命 托付给对方的 那就只有家人了 所以在当时建立连仓幕府的时候 将军家呢 就把跟他们站在同一个阵线的这些五世呢 称之为是家人 所以就所谓的御家人制度 而这些御家人跟连仓殿的关系 就是跟将军的关系呢 通常会被叫做 御恩 跟奉公 这个御恩跟奉公之间呢 也就是一种互惠的关系 所谓的御恩就是指连仓殿 他的御家人们所保有的领地 或是在成为连仓幕府的御家人之后 新给予他们的土地 那如果说是这些五世原本的领地的话 他们会对这些领地的安全一定程度的保障 这个部分叫做本领安督 那如果是给予他们新的领地 让他们有更大的权势的话 这个就叫做新恩给予 不管是本领安督还是新恩给予呢 就是连仓幕府在给予这些御家人 所谓的地头这样子的职位 任命行事 那让他们去管理一方土地的情况下 他们也可以得到那个地方的税收 或者是把自己的家族建立在当地 也算是这些御家人的五世们 在自己的领地里面 可以稳定的生活下去的一个保障 如果说是公司的话 就表示他跟他有签约 然后他就可以拿到一个部门 那这个部门如果有赚钱的话 他就可以赚钱 那就算没有赚钱的话 那他至少也有在这个公司 用一定程度的话语权 因为他有一个部门 至少也不会饿死 对 因为还有税收 那另外一部分奉公是什么呢 如果育人是属于他们的权利的话 那奉公就是属于义务了 奉公主要指的是 御家人对于连仓店 他所需要进行的一些相关的工作 比如说他们要负责连仓政府的军事 或是经济的重担 那尤其是在 如果连仓幕府发生什么危机的时候 这些御家人 他们就必须要紧急派出军队 根据连仓幕府的指示 去进行各个地方的警备工作 比如说如果有其他势力 要来打连仓幕府的主要根据地的时候 他们就要立刻赶过来 帮忙保护连仓幕府的根据地 而不能只是守在自己的领地里面 其他像是连仓幕府到后期 也可能会需要帮忙 去管理京都或者是 其他地方的一些守备业务的时候 这些御家人们 他们就有义务需要来帮忙这些工作 所以如果以刚刚的讲法来说的话 他除了有一个自己的部门以外 如果公共区域有任何需要他的地方 他也要去帮忙处理 对啊 也就是不能只扫门前学 公共区域要打扫的意思 御家人制度本来就是建立在这样子 给予权力跟负担义务的情况下 那幕府他必须要保证的 就是他能够给予这些权力 所以就像这样子 因为将军跟这些御家人们互利的关系 所以双方就有紧密的联系了 不过当时他们是怎么样去确定 这样子的祖从关系呢 据说是这些御家人 他们要特别去进建连仓殿 就是将军 然后把自己家的名簿给交出去 这个名簿呢 可能就是代表他们效忠于这个幕府的正名 而幕府呢 就会用这些御家人的名簿 来进行御家人的管理 可是这个不会有人随便写个名字 就交上去吗 那他的目的是要多领一点东西的话 他就要多负担一点责任咯 所以我想应该是不会有人这么做啦 也对啦 因为毕竟他如果要这个权利 他也要付出他的义务啊 对啊 所以如果说他没有办法真的完成这些事情的话 他就算成为将军的御家人 他也是没有办法得到 他想要得到的相对的保障 或者是他们的权利的 嗯 介绍完这些重点名词之后 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来讲 连仓幕府的部分了 其实在我们前一集当中就有听到说 原平核战之后连仓幕府就建立了嘛 在连仓幕府要开始之前呢 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天皇 他会在位的时候去退位成上皇或者是法皇 然后利用这些上皇跟法皇的身份 来实际上执政掌权 这就是所谓的怨政时期 之前有提到过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天皇是蛮容易被操控的傀儡嘛 所以反倒是离开了天皇这个位置之后 他们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过再怎么说呢 那个时候都还是以贵族或是天皇为主要的政治结构 那营造了后来日本新的武教文化这样局面的 就是平家平清胜的这一组 在西元1160年发生了平治之乱 平清胜 他就因为这个事件取得了很高的权位 成为了当时朝廷最高的官位 就是太政大臣 那上次我们有提到说 平清胜虽然施行了很多的政策 但是因为没有掌握到人心 所以有很多人对他们的政选不满 最后这些不满意的声音就纷纷起兵 最后由元氏统合在一起 才在1185年的坛之谱之三灭掉了平氏 然后接近起来属于元氏的廉藏幕府 然后假如廉藏幕府 就一定会提到很有名的一本文献史书 叫做无漆镜 根据无漆镜里面的记载呢 在自成四年也就是西元1180年的12月12号这一天呢 元奈朝就在廉藏的大仓这个地方建立了大仓寓所 也就是幕府这个统治机构的原型 这个地方呢又被称之为是室所 也就是将军跟御家人们 他们在讨论关于军事方面 相关的议题的时候所使用的机构 如果在打仗的时候 室所大概就是作战指挥总部这样的感觉 那在平时呢他也会写警备工作 或是管理犯罪人口的监狱这样子的地方 所以说以现在来讲呢 室所就有点像是警察跟军事部的结合 那以廉藏时代建立的这个室所来说呢 他就像是司令总部一样的感觉 那室所的最高领导人通常不是将军 叫做别当 这个别当呢就有点像是这个室所的所长这样子的感觉 那有些时候呢也会以廉藏幕府主要决策者 也就是职权这个职位的人来担任 所以说室所别当有时候也会由职权来兼任 嗯 整体来讲呢 廉藏幕府就是在室所建立之后 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五家政权的形态 那朝廷也给予了原来朝在东国这个区域 所有的庄园跟公理地的收税的权利 同时呢也赋予原来朝东国这边的领地的支配权 后来到了西元1185年 经过了坦之谱之战灭掉了整个平市 再加上原来朝他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之后 朝廷就赋予他说东国以外的各个地方的守护跟地头设置 以及任免的权利 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他就实际上可以指定各个领地的负责人 就可以达到我们刚刚提到的 给予各个御家人御恩 这样的一个地位了 不过这个时候原来朝一直都还没有成为我们刚提到的 争议大将军 因为其实一直到西元1190年 他那时候担任全大纳盐监右经卫大将的时候 他才得到了可以创立 管理各个庄园领地的家政机关的地方 也就是所谓的证所 这样子的机构设立的权限 所谓的证所跟刚刚的试所的差别 就是他主要是进行幕府的财务跟证务 还有出一些相关的公文的政治机构 对于幕府来讲 他是属于家政机关 就是管理家产的组织 那因为当时的幕府其实属于年仓店 就是原来朝他的私人政权 所以说这样子处理自己的家产的机构才会叫做证所 那这样子一直到1192年 也就是建九三年 他被任命为真夷大将军 所以到这个阶段呢 其实原来朝他就已经掌握了很大的一个部分 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利了 但是还是到了1192年 他正式被任命为真夷大将军 才成为了一个不管是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 都名正言顺的一个政权 那原来朝开立的连昌时代大概150年 可是事实上呢 由将军他直接统治的时代 就只有初代将军原来朝一代就结束了 连昌幕府也就是真夷大将军这个职位 在当时其实是属于原来朝他自己私人的政权 那这个私人的政权虽然是朝廷承认给他们的 所以他的整个支配权的正统性 而且这样的职位呢 基本上是世袭的 也就是说原来朝他可以直接传给他的儿子 不需要另外得到朝廷的承认 原来朝的妻子叫做北条正子 也就是在原来朝跟他准备起兵 要跟平家开始打的时候 就一路在他身旁辅佐他的北条氏 也就是北条实证的女儿 刚刚有提到说原来朝他这个职位 就是连昌殿这个位置 其实应该是世袭的 所以说他跟北条正子之间 如果有小孩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由他的小孩来继承 当时原来朝是在 西元1199年的1月的时候突然间过世的 他跟北条正子之间 是有一个可以继承他职位的儿子 叫做原来家 源来家当时只有18岁而已 虽然他已经有展现出能够管理证务的能力 可是当时幕府比较有权力的御家人们 他们还是判断说 应该要有人帮忙他一起来执行证务 那时候他们制定出来的制度呢 就是13人的合议制度 通常辅佐的人不是只要一个人就够了吗 为什么会需要13个人 而且还要需要合议制 所谓的合议就是 所有的决策都要由大家一起讨论 做出来的结果 那为什么是13个人呢 因为当时比较有权势的高层有13个人 不管谁被推举出来可能都不太公平 而且到底是谁要来当最主要辅佐的人 有可能他就会成为这个权力的中心了嘛 那为了能够公平 而且不要太过于明显的权力中心 他们才会想到这个13个人的合议制度 可是这样子不会很没有效率吗 因为开会一定多少都要有点时间吧 所以开会还是会有一定的领导者 虽然是13个人的合议制度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公平 就有这么多人在 但是有开过会的人就知道 实际上会开麦讲话的人也就那几个而已 而且比较强势的人最后还是会比较有话语权 所以在这样合一致的体制下 还是有作为主导者的角色 而这个主导者的角色呢 就是原赖家的妈妈那边的北条氏 主要是因为北条氏本来就是连昌幕府开创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事例 加上他又是很明正言顺妈妈那边的娘家的人 所以说原赖朝的外公也就是北条氏政 跟他的舅舅北条义石呢 就成为这个十三人合议制的主要中心 那在后来的历史发展当中呢 也一直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嗯 这边要稍微介绍一下的就是 对于连昌幕府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家族 叫做北条氏 北条氏是在伊窦国出生的豪族 那他在连昌幕府里面扮演最主要的角色是职权这个职位 也就是将军之下最高的权势者 在有些将军可能年纪太小或是没办法掌权的情况下 其实职权就是最主要执行政务的人 他本来是作为将军的辅佐啦 但是其实就是整个幕府的政务统侠的职位 像是原赖朝他在作为将军的时候 他其实是自己亲政的 也就是没有职权这个职位的 可是在死后因为原赖家还年纪尚小的关系 所以就开始出现了初代职权 也就是北条氏政这个人物 职权这个职位本来主要负责的是政务跟财政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谓的政所的别当 但是后来到了第三代的职权 叫做北条太时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北条氏政的儿子是北条义时 这个第三代的职权北条太时呢 是北条义时的儿子 从第三代的职权开始呢 职权就几乎是将军的代理 那为什么将军没有实权 全部都是由职权去代理将军的事物 其实联昌幕府他总共只有九代将军 将军的位置算是侍习的 可是跟原赖朝他有直接关系的学员 却只传成了三代 刚好提到说原赖朝他故事之后 就有他儿子来担任将军的职位 可是担任将军职位的这位原赖家 他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生了重病 其他越将人可能就觉得他命不久矣 就直接辅佐原赖家的弟弟 原始朝上尉 所以那时候联昌幕府里面 其实算是非常混乱的局面 虽然从第二代将军开始 就有二代将军的外公 北条时政去担任职权的位子 但是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就有点破坏了 当时表面上的公平跟和平 开始有很多明争暗斗的一些权力斗争 比如说北条家他就曾经为了确保 自己在幕府里面的地位可以稳固 尝试的要把他能够更好控制的傀儡 推上将军的位子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幕府内部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内部斗争 到最后呢 连第三代将军渊师朝都被暗杀了 连将军都可以被暗杀了 内斗真的很严重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原赖朝他能够继位的儿子到原始朝 就都死绝了 在第一代将军原赖朝的直系显 全部都断绝的情况下 幕府都陷入一种困境 那现在到底谁来当将军会比较好呢 比如说像是北条家的人 如果推出人来当将军的话 不只是名义上面没有根据 也会变成众矢之地 如果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起来当将军的话 大家都可以来抢夺这个位置 所以当时的掌权者呢 就决定 那我们就来找一个有绝对地位的人 来当我们的将军吧 所以他们就去朝廷那边 要求请一位亲王来当将军 天皇应该就是天皇的儿子嘛 所以他就是希望可以从皇室那边 找一个人来当将军 对啊 那这样子只要有血缘关系 就没有人可以跟他争了 所有的御家人都不可能高过于 这个有血缘关系的高过于地位嘛 听起来这样子还蛮聪明的 因为他们不是从幕府内部去找 而是从朝廷那边去找 而是找了一个大家都不会有意见的人 对啊 所以其实算是一个蛮不错的方法可以稳定当时的局面 就算说当时朝廷的实际掌权者 也就是后鸟与上皇 有点抗拒这件事情 但是经过一番波折跟周旋之后 他们还是找到了一位跟袁赖朝 他有非常遥远的血缘关系的亲王 藤原赖金来担任将军 还可以找得到跟袁赖朝 就算很远 但是还是有血缘关系的人 也是蛮厉害的 因为当时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面 找到一个远亲 或许是有机会的 但是这个从朝廷送到幕府来的将军 其实还只是一个诱饵 所以说幕府的实际 还是掌握在职权 也就是当时的北条家的手上 也就是说他们利用这样的方式 还是维持着权力 对啊 因为找了一个新的将军 名正言顺了 但是这个新的将军还是小孩子 所以全部都是他自己做 像这样子从朝廷那边 请亲王过来当将军 就被叫做社家将军 因为都是社官家的人 所以他们就会叫他社家将军 对啊没错 所以说从这个时期开始呢 连昌幕府就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叫做职权的时代 原本是由将军主政 就慢慢变成由职权来主政 而且职权也一直都是由北条家所掌握的 嗯 在1221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件 叫做陈九之乱 陈九之乱简单来讲 就是当时的后鸟与上皇 跟连昌幕府的职权 也就是北条一时 他们之间的一个对立跟抗争 那因为其实从连昌时代初起开始 幕府那边的政权跟贵族这边 也就是朝廷或天皇这边的政权 一直都存在一种很紧张 很尴尬的局面 因为两边都是属于要掌权的 所以他们一边在互相制衡 也在互相利用 再加上连昌幕府 他们一开始跟朝廷之间 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就是平家 可是后来平家被灭了之后 幕府跟朝廷之间的这种对立 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而且不可避免了 从第二代将军 元赖家跟第三代将军 元石朝这个时期开始呢 连昌幕府这边就很明显的 有北条家掌握了实权 那实际上第二代将军 跟第三代将军的暗杀呢 又有传言可能是 北条一时他们主导的 可是第二代将军 跟第三代将军 不也算是北条家的人吗 因为他是北条正直的小孩吗 可是这两个将军 都还蛮有自己的想法的 当时掌权的北条家 就需要这个将军 是比较好操控的 所以当我们发现 要不好操控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运用一些手段 来达到目的 其实也就是因为这样 北条家的势力就变得越来越大 再加上后来跟后鸟与上皇 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差 后鸟与上皇一直在找机会 想要找个民营来讨伐北条一时 那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个事件 就是皇宫因为某些原因被烧毁了 朝廷就要求幕府跟其他的武士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帮忙重盖 可是那时候握有幕府实权的北条家 就不太愿意想要付钱 也不是很配合相关的事项 那有一个说法 就是上皇本来就已经很讨厌 北条家了嘛 就因为他这种不配合的态度 决定要起兵讨伐幕府 也就是这个陈九之乱 最主要的斗争事件 所以上皇终于找到理由 可以打他了 对啊 那不过这场战役到最后 是幕府这边赢了 那他们清算的方式就是把当时 他们认为是守谋者的候鸟与上皇 流放到隐崎岛 把顺德上皇流放到左渡岛 其他还有很多的皇子啊 上皇们 亲王等等的都被流放 总之就是幕府对朝廷成功进行了一次清算 为什么幕府有这么大的权力 可以把皇家这么多人都流放啊 因为他们最主要主张 他们是为了国家好 而这些煽动叛乱的主谋者 做的事情是不利于国家的 然后再加上他们拥有 整个国家的军事跟警备的主要权力 所以才能做到这样子的地步吧 那之后联昌幕府呢 他甚至进一步为了要限制朝廷的权力 就在京都设置了监视朝廷用的 六波罗探体这样子的组织 甚至对于之后天皇的继承相关的议题 都拥有一定程度的话语权 就是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啦 那我们前面在讲联昌幕府有提到说 联昌幕府在刚开始建立的时候 只有东国那边是属于他的势力 基内地方有朝廷的势力 九州那边也有其他势力在管理 是一直到陈九之段 才得到了几乎日本全国的统治权 那所以到这个阶段为止呢 虽然说最开始初代将军 袁赖朝的血缘关系跟他的影响力 基础已经断绝了 但是因为北条家的女儿 是袁赖朝的妻子的关系 所以说北条家也完全掌控了联昌幕府 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所以关于联昌幕府的介绍呢 我们先讲到这边 不过这边要特别提到的就是 就有联昌幕府的历史来讲呢 跟我们之前介绍的德川幕府 有蛮大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 德川幕府其实是由各个将军组成的 虽然说每个将军身边也会有辅佐的人 造成他们的政治的风格啊 或者是执政的方式不一样 可是就联昌幕府来讲 将军几乎没有握有师权 而握有师权的一直都是 北条家这边的职权这个职位 那这个职权的职位呢 就从最开始的北条师政 然后接到北条义时 那其实在北条义时的这个时期 也算是构筑了整个联昌幕府主要的架构 所以这个时期在联昌时代的政治变迁来讲 会被称之为是职权的政治体系 主要掌权的 与其说是北条时政 不如说是北条义时跟北条正子 这一对姐弟 所以说之前在看到 关于联昌幕府的故事的时候 好像大家都不怎么提 联昌幕府的将军 其实是因为实际上掌权的是职权 也就是北条氏嘛 所以比较常听到的通常都会是北条氏的名字 而不是将军的名字 因为将军其实多半就是 在这个时期都是傀儡比较多 实际掌权的北条家的人是哪一位 就决定那个时期最主要的事件 跟最主要的政治风格 极端来讲的话 联昌时代的将军不重要啊 也不能说是不重要啦 除了第一代将军他有清政之外 之后的将军 看他任命的方式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是谁掌权 因为掌权的人可以决定谁当将军啊 甚至连天皇要谁来继承都可以干涉耶 对啊 虽然说联昌幕府有些人会觉得说 他不算正式的政权 因为他还是有朝廷委任的 可是他们实际上的地位跟权势 还是非常的高的 嗯 今天我们介绍联昌幕府的前半段 也就是讲到联昌幕府进行到职权政治的开端了 大概就到这边 那如果对我们讲的内容任何的疑问 欢迎留言或者写email告诉我们 也可以请你参考节目里面的留言栏位 那里有我们参考的所有的文章的详细内容 可以更进一步了解这一段历史 嗯 再来就是联昌幕府有一部分的内容 跟原平和战有非常大的关系 尤其是联昌幕府在创立的时期的故事 如果对于这个部分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再回去听听看上一集的内容哦 嗯 我们关于联昌幕府的相关介绍才讲了一半 我们还有下半段的分享 就请大家期待下一集的节目咯 今天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